好 怎么开始吧 今天讲这个SQL 开始讲数据库了 那就是说这个 为什么讲SQL 为什么讲数据库就是讲SQL 因为这个数据我们准备数据库之后 我们都是通过SQL语言 对这个数据库的数据进行进行资产感察的 知道吧 在数据库装好了之后 我们想操作数据库 都是通过SQL语言去操作的 所以说讲数据库 那就是讲SQL 好 这是一个问题给大家明确一下 再一个问题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SQL 它是一个非常枯燥 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说它非常枯燥 那讲这个语言 那肯定就是语法吧 乱七八糟的 特别这个数据库的这个语言 那无非就对数据库增下改查 也就是大家在学SQL的过程中 那将来你们学SQL怎么学 就是开一个命令行窗口 是不是写一堆SQL语句吧 在数据库里面增下改查这样数据 是不是 我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要引起重视 就是说学这个SQL语言的过程中 和咱们学Java就完全不相同了 知道吧 那我接触到很多学生 他学SQL的时候都有底处情绪 这是学啥啊 学Java的时候是不是写惯了吧 一横横的这样逻辑写吧 结果一学SQL的时候 哇天 你开个黑白的命令行窗口 在这个命令行窗口里面敲来敲去 他觉得特别禁止了吧 然后就放松对SQL的学习 结果你知道会导致什么问题吗 我们出去做开发的时候 90%的应用都是数据库应用 你如果不会SQL语句 你不会数据库 那你程序的数据都取不出来 知道吧 那你还写个鸟程序 是不是 所以这个SQL它非常重要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 然后今天我这个课讲完了之后啊 你们一定要加强练习 我这个PPT里面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练习题啊 我希望啊 如果以前学过SQL的同学啊 我希望你把我这个PPT里面所有练习题做一遍啊 如果以前没有学过SQL的同学 那你最起码 你要把这个练习题做两遍 听懂了吧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一定要记住 你们将来做开发的话 所有的数据都在数据库里面 90%的应用都是面向数据库的应用 你如果不会SQL 你不会数据库 那你就没办法当情绪啊 知道吧 所以SQL大家一定要与其重视啊 给大家说一下 再还有一个跟大家提一下啊 今天我们讲SQL 主要是为了这个4天的这个GDPC而服务的 可是今天我讲SQL 只是跟大家把SQL入过门 我为我们那个后面4天 能够讲GDPC做准备就行了 知道吧 那具体的大家在学数据库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后面要专门讲Olico吧 有个四五天时间 那个时候大家再去专门的学数据库啊 今天我的课程任务 主要是给你们为后天这个是后面的这个4天的这个GDPC编程做准备 好吧 主要是讲这个数据库入门 好我们就来开始吧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SQL是个啥东西啊 这个SQL它是这么一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啊 这是TRAGT什么 READ QUERY LANGUAGE 那翻译过来就是什么 结构化查询语言知道吧 也就是说数据我们进了数据库了之后 我们是通过这个查询语言 就是数据库的数据进行操作的啊 这是什么SQL 好我们就放下看 那么我们学要学SQL 是不是首先要在计算机里面装一台数据库吧 是吧 你才能向数据库发SQL语句嘛 是吧 那这个PPT跟大家讲的就是 现在市面上一些产用的数据库产品啊 这个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那么这个SQL Server到底要是在读大学的时候 基本上学了SQL版一把 那么它是微软开发的一个数据库产品 是吧 当然是微软的东西 咱们学Java的就不搭理它了 是吧 明白意思吗 基本上Java情绪里面这个SQL Server 这个在真实应用里面这个比较少啊 但是也有啊 但是也有 好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Olico这个数据库 是不是 这个Olico是 是什么中文翻译过来是什么公司啊 甲骨文吧 好 那么这个公司现在鼎鼎有名啊 不是现在鼎鼎有名 一直在软件领域里面 都是很有名的一个公司 是吧 好 那这个Olico现在也收购了上公司吧 是吧 包括咱们传制播客啊 以前毕业的学生 也有 也有好像一两个进了Olico啊 以前我们的传制播客 还有一个叫王兴奎的老师 讲阿伽克斯的 他也进了Olico 那么大家进了这样的公司 那就爽了 是吧 你们进去都不用谈工资的 进这样的公司不用谈工资的 进去起码 这是 一年保底都有15万以上 知道吗 你不用跟他谈工资 他会自己给你给钱的 知道吗 挺爽的 好 那这个Olico啊 这个产品啊 他这个 现在Olico这个数据库 这个产品的性能比较好啊 大型企业应用里面 都都用这个Olico这个数据库 我以前好像跟大家说过 这个数据库产品 就是现在已经软件的那个卖的方式吧 Olico的话 你要从网上下的话 你拿过来用不要钱的啊 但是你要把它用作商业用途的话 你就需要给它支付费用了 知道吧 这是这个产品啊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MySQL啊 这个MySQL 那它是一个开源的产品啊 也就是说它的好数据是什么 不要钱 并且这个MySQL相比Olico而已啊 它要短小金干的多 但是它在模型里面 性能当然也比它有差很多 知道吧 好 但是大家不要以为MySQL就不行了啊 MySQL这个数据库 还是很好的一个数据库啊 那像现在Google 他们后台用的数据库 全部是MySQL 知道吧 现在很多大型企业里面 它用的这个数据库 全部是MySQL 好 在Google肯定不是一台 MySQL数据库 肯定是很大的一个集群 是不是 好 这是我们今天 我们练这个SQL语句 我们使用的数据库也是MySQL 明白吧 这个MySQL是不是被San公司收购了吧 是吧 那San公司好像是被San公司收购了吧 好像发了10亿美元到收购了吧 好 那么还有一个DV2啊 这个DV2这个数据库 是IBM公司开发的一款数据库产品 那这个数据库啊 在市面上用的不是太多 它主要是用在银行证券领域 知道吧 为什么用在银行证券领域里面呢 因为这个银行证券领域里面 经常会买IBM的小型机 那么当然就买IBM的一套解决方案了 是吧 数据库也就是用它的啊 而这个数据库 在银行证券里面有的别多 那么还有个Sanbase啊 这个Sanbase数据库 就是叫做一个Sanbase公司 开发出来的啊 那这个数据库 现在占有力不太多啊 这市面上几种常用的数据库啊 当然我们对于我们加瓦程序员 对于我们加瓦程序员而言啊 那最常用的就这两种 知道吧 最常用的就这两种啊 其实你们出去做开发的话 这种还用的多些啊 Olico当然也有是吧 但是Olico你要用它的话 成本会比较大一点是吧 你要用商业用途的话 你就付费要支付了啊 不过像中国的移动公司啊 电信啊这样的有钱的 都是后来做Olico 好 我们今天主要是用MySQL吧 是吧 那我今天用MySQL数据库 我们是不是首先要在我们机器里面装一台MySQL 是不是啊 好 这个MySQL的安装还是有一些 这个注意事项的啊 我跟大家写好了一份安装文档 安装文档啊 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个MySQL安装图解 准备一下 这是我从网上扒的一份安装图解啊 然后我自己把它改吧 改吧了一下啊 有些东西说的不太准的地方就把它修改了一下 好 你会弹出一个安装界面窗口是吧 那这个都没什么说了 大家都装过软件是吧 那一路点什么 那个实行了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问你是什么 这个完全安装还是定义安装吧 是吧 好 那你这个地方点字定义安装啊 好 点字定义安装了之后 那么接下来这个应该大家看到过吧 就是把一些什么功能装在你机器里面吧 把MySQL这里面有很多功能 把一些什么功能装在机器里面 然后你这个地方 全选上就是了啊 好 这个也没什么说 选上的时候点Lag似的 然后就装 问你装在哪个盘服里面 是不是啊 好 那么大家也要小心一点啊 这个装MySQL装一些东西的时候 装一些软件产品的时候 最好尽量不要使用中文目录 知道吧 好 你装在程序 你借账产品当然没什么问题啊 好 我们再接受 那点Lag似就行了 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点安装 就开始安装了 是吧 好 那么这个安装过程都比较简单啊 你就直接引入Lag似 这个地方问你是不是注册一个用户吧 那你都没有上网 你注册鬼 是吧 你点跳过注册就行了啊 好 然后这个地方接着往下跑 那这样的话就安装完成了 知道吧 那安装完成了之后 大家注意啊 安装完成了之后 那马是因为弹出一个MySQL的配置窗口 这个配置窗口啊 这个大家要小心了啊 好 那我们这个地方一路点Lag似的 我就进入到一个配置向导啊 那这个地方 他是问你对这个MySQL进行精确配置 还是使用标准配置 知道吧 好 你这个地方点这个 你点这个精确配置啊 好 你点精确配置了之后 那这个他会问你啊 你这台MySQL装在那台机器 是用作什么用途的 你这个地方很喜欢 我是开发者机器 还是服务器 是不是啊 好 你如果 我们这个机器是不是又做开发 又做 又做MySQL的服务器吧 那这个地方建议大家最好选这个啊 当你要真正产品 专门运行的时候 你如果将专门有一台服务器 能运行MySQL的话 那你这个地方选这个就行了 是吧 那选这个的话 MySQL它就会占用机器所有的资源 专门来运行MySQL 你如果 你如果现在选这个的话 MySQL一起来 是不是占用很多资源吧 结果你搞别的 你搞不动了吧 是不是 比如说你现在选这个就行了 好 好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那这个地方 他问你这个MySQL数据库的大致用途啊 好 那这个地方你就选择第一个行了啊 那么多用途的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 事务 是他自事务的 知道吗 那第三个也涉及到事务的 那什么是数据库的事务 我现在没给大家讲啊 不用管 他时候会说 你就选择第一个行了 好吧 好选择 之后我们点那个 这时候会问你 你这个MySQL支持的并发连接数 这个MySQL支持的并发连接数 也就是说这个MySQL 它允许多少个人同时连接MySQL 知道吧 同时连接这台服务器 好 你来看一下啊 那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可以手动配置吧 是吧 你可以选择 这个MySQL最多可以配到1400啊 但是理论上是可以配到1400 但是你真要配到1400的话 那这一般来说是不行的啊 你要真给1400个并发连接 操作MySQL 它可能就崩了啊 你要是1400个并发连接的话 你的机器也要配置得相当好 知道吧 你机器也必须相当 比如说这个MySQL 连接数想支持到1400的话 你的机器也必须会非常好 知道吧 内存也大 等等相关东西都要好 这个理想支持到最大连接数 一般来说 像我们现在主要是 装起来MySQL自己用吧 你装起来MySQL自己用的话 你配个五六个都够了 知道了 明白吧 好 当然这个地方你可以手动 选择配置 当然你可以选用上面的 你选用上面的话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末日的20个连接吧 看了吗 并发支持20个连接 好 这个也没什么说的啊 你点那个是的 好 那这个地方是问你 是不是啊 启用TCPIP连接 好 这个地方当然一定要勾上啊 也就是说 你如果把它勾上的话 那这个MySQL就运行在我 这个机器的3306端口了 知道吧 以后你的程序通过 以后你的程序 只要连 连3306端口 是不是连上了MySQL就来服气吧 好 你这个程序就可以操作 MySQL就来服气了 知道吧 好 这个大家注意啊 那么这下面还有一个 就是允许细小的什么 这个你要给勾上的话 就是不允许细小的什么 语法错误 那你要是不勾上的话 就允许细小的语法错误 这什么意思 大家注意啊 你如果不勾上 那么你将来 你打开一个命令行窗口 向数据库发 SQL语句的过程中 你即使这个 这个SQL语句 写得有一点小小问题 那么数据库也给你执行了 它就是允许细小的语法错误 知道吧 听懂了吧 你如果给它勾上的话 那你这个语句 这一点都不能写错 你写错了 它就不给你执行 你觉得应该勾还是不勾 不勾啊 勾 从小就要养成好习惯 你现在从小不把习惯养好 你是不是写错了 有一个大理知情 那将来就麻烦大老知道吧 小时候就养成好习惯 一定要给勾上 所以小心一点 好 那么接下来啊 这个非常重要的啊 这就是设置你这MySQL的编码 这个设置你这MySQL的编码 这个大家要小心啊 你这个地方千万不能用用第一个 你要用第一个的话 是不是使用拉丁一这个字符级啊 拉丁一就是ISO8859 ISO8859是拉丁一的别名 知道吧 拉丁一 ISO8859是拉丁一的别名 这两个是等同的概念 你如果选第一个的话 也就是说你数据库才能是ISO859编码吧 那你只要中文数据 这里面存 是不是就乱玩啊 把这个要小心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你要改一下啊 你改成什么 这个地方是不是允许你手动配置吧 你这地方可以选择UTF8 是吧 好 那么有很多老师叫你们改成国标K啊 不要搞 你知道为什么要搞成国标K吧 他搞成国标K他没乱嘛 知道吧 因为我现在中文平台是不是也是国标K啊 是吧 很多老师怕麻烦就搞国标K 这个是不对的啊 你这MySQL为了通用的话 是不是一定要UTF-8吧 UTF-8乱嘛 咱们不怕嘛 先乱嘛 完了现在你还怕乱嘛 是不是啊 搞成UTF-8 这都要注意啊 好 你选这个的话 当然他这个 啊 是不是就使用UTF-8作为求成这部题吧 是吧 当然你这个地方也自己可以手工去选啊 还允许你选择 好 那这个 啊 这个 编码我们设置好了之后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啊 他这个地方是问你 是不是把MySQL装了一个Windows服务 这个你给他勾上啊 勾上的好处就是Windows一起起来 是MySQL数据库一起起来的吧 是吧 这个无所谓啊 因为MySQL这个数据库它占用不了多少内存啊 就占个几十张内存 咱们机器动辄几乎内存是吧 这就无所谓了 你要是以前的机器 整个机器才几十张内存是吧 那你这个就不要勾了是吧 一勾的话 Windows一起起来 MySQL也把内存给吞掉了啊 好了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啊 就是是不是把这个B目录加到Windows的Path里面去 是吧 这个你也给勾上 你勾上的好处是什么 将来你在任意目录下面是不是可以运行MySQL 启动MySQL的一些工具吧 听懂吗 这都可以做 好 我们再接着 那这个地方 为你联系MySQL的这个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码 是不是啊 好 这个你也给他 好 这个给大家 大家记住啊 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啊 用户名和密码 我建议你们都配为root吧 好吧 用户名是root 密码也是吗 root 两个都搞成一样的 好吧 好 好 那这个地方 啥意思 是不是允许你是不是从远程机器上访问你这来MySQL吧 他允许你是不是通过远程机器连接MySQL 连接我这台机器3306端口是不是访问我MySQL吧 好 够还是不够 我是不够的啊 我怕你们听到我的数据库里面一通乱稿啊 听懂了吧 我要是一勾上的话 你们那个你们远程机器是不是可以连接上我这3306端口啊 所以连上我的MySQL吧 然后是不是对着我一通乱稿吧 我以前上过档啊 不搞 好 那这个地方问你是不是创建一个匿名账户是吧 这个你不用勾了啊 好 那这个地方确认无误上面的配置你配好了之后 你可以点一个是Q的是不是让这个上面的配置成效吧 就执行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MySQL就配好了 看到了吧 好 这是MySQL的安装和配置啊 好 那这个过程比较多啊 啊 我可以给你们稍微演示一把啊 安装我就不装了吧 是吧 把配置过程给你们演示一把 你看这里没有MySQL啊 我已经装好了啊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MySQL的实力配置向导吧 啊 如果我再运行一下 我点一下的话 也就是说我再进行一次配置知道吧 我修改配置是吧 好 这个来看一下 那点那个是的 好 这个地方因为我配过了嘛 是不是 他是重新配置这个实力吧 啊 无所谓 那这个是 啥意思 明细精确配置吧 手动的精确配置是吧 那这个是不是采用它标准配置吧 是吧 那你这个手动配置吧 好 点那个是的 然后这个是问你这个MySQL装在哪条机器上面吧 啊 装在我们cover手机上面点那个是的啊 然后这个是问你的MySQL的用途是不是 好 那这个多用途的 还是事物相关的 是吧 这个不用管 就第一个就行了 好 点那个是的 那这个无所谓了 是吧 点那个是的 那这个是问你什么 并发的连接数吧 你这个MySQL支持多少个并发链接 是不是啊 好 你这个地方可以手动配置 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选吧 是吧 那最多可以支持到什么 1400是吧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有多少个就够了啊 有20个吧 无所谓了 好 我们这个地方点那个是的 好 那这个是不是允许这个MySQL运行的306端口吧 哦 那我们只能够了程序 是不是连这个端口操作数据库啊 这个地方你一定要给勾上啊 那这个 你要给勾上的话就不允许 你无法错误吧 是吧 好 点那个是的 那这个地方啊 这个千万小心啊 再就不要点快了 你这样没搞好 那这个存置 这数据库 这个汪里面存数 存在那么吧 是吧 这个地方一定要选什么 这个 然后选择什么 嗯 UTF什么 吧 好 点那个是的 好 那这个哎呀 勾上吧 是不是把并目录加在Windows的Path明去吧 勾上 点那个是的 好 这个地方是不是你管理员的密码是吧 好 这个我就不勾了啊 免得你们可以连我啊 点那个是的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配置是不是配好了吧 配好了之后 我们点一个是Q的 我们是不是执行吧 好 那是让上面的配置 我们让它生效 好 这样的话 我们买C口 我们就配好了 对啊 你刚才是把MyC口作为Windows服务启动吧 那你这个配好了之后 它会自动把MyC口数据库表起起来 你可以进到这里来看一下管理 好 那这里面有个服务和应用程序 我们点过去啊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MyC口 看到了吗 那这个是不是已启动吧 好 你大家注意啊 那你们将来也发现连MyC口没反应 已经应该进到这里呢 是不是看MyC口有没有起起来吧 是吧 没起起来 你就手头把他起一下 是不是 好 那么刚才我们把MyC口装好的时候 那我怎么来验证我的MyC口的确装好了呢 这是这样的啊 你可以打开一个命令行窗口 然后在这里面启动MyC口的一个客户端工具啊 这MyC口 在这个客户端工具就会连上MyC口 知道吧 没问题吧 好 那这个地方我就-U什么 我们连上MyC口的时候是不是用户没有密码吧 -U什么 -P -P 好有些东西经常会在后面敲路的 是不是 大家注意啊 不要这样做 因为你这样做的话 你旁边人一瞅是把密码看走了吧 是不是 所以说-P了之后后面再不要跟 你当然你跟Root的话是不是直接进来了吧 是不是连上MyC口了吧 但是你不要这样干啊 你应该什么-P 然后回车 Root 别人是不是不知道啥啊 听懂了吗 看不到吧 不知道你敲了啥吧 好再回车 好这样的话 你只要能够进到这个命令行窗口里面 你能够敲这么一条命令 SHOW DATA什么 BASS 好 这也是查看我的MyC口里面有什么数据库 你只要能够这样操作的话 能够看到 能够执行这条命令 那么意味着 你的MyC口就装好了 好 你们记得都装好MyC口了吗 没有是吧 好 那我今天我所有的试验都基于这个数据库进行操作 那我就把MyC口的安装文件发给你们 你们赶紧去装一下 好吧 然后我们就对这个MyC口数据库边讲边念 我暂停 好 好 来继续 好 刚才我们装好了MyC口数据库是吧 好 这里面有个PPT 这个PPT大家注意了 大家注意听我说 来看这里 来看这里像我的传组和脑壁一样 来看这里 你们装好了一个MyC口数据库 对啊 你只是装好了一个数据库的管理软件 知道吧 那你到时候要往这个里面存数据的话 你需要在管理软件下面建多个库来保存你们的数据 这句话听懂听懂意思吧 那你装好MyC口数据库 你只是装好了一个管理 装了一个数据库管理软件 然后你为了在下面保存数据的话 你还要在这个管理软件下面 软件多个库来保存你的数据 听懂了吗 软件多个库来保存你们的数据 这是MyC口 你装好MyC口数据库服务器和数据库之间的关系 所以大家注意啊 数据库是服务器能保存数据吗 你要通过它 你要通过它保存数据的话 你是不是是不是要在服务器下面软件多个库来保存数据啊 听懂了吧 好 那库到底怎么去保存数据 库里面 它实际上是使用表来保存数据的 听懂意思了吧 那么这个图 啊 在路 在路 那么这个图反映出来就这样的啊 装好了一个MyC口 是不是只是装了一个服务器软件吧 你在这个软件下面 到时候会新建多个库是吧 然后在库下面是不是多建新建多个表来保存数据啊 听懂意思了吧 好 一般来说 我们怎么去建库 这个地方有一个规有个约束条件了 我们会针对于每一个项目建一个库 所以你今天要做个项目是不是 你这个项目数据是不是保存在他自己的一个库里面了 你要做别的项目是不是又建一个库吧 那对于呢我们的课程而言了啊 我们到时候会讲四天GDPC 那每天讲GDPC的时候我都会新建一个库 知道吧 要第一天的数据放在第一个库里面 第二天数据放第二个库 第三天放第三个库 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吧 好 这是数据库服务器和数据库的关系 是吧 好 我们知道数据库是不是使用表来保证数据的吧 是吧 那表到底又怎么去保证数据 那下面有张图啊 那表肯定是保存我们对象数据的是不是 好 我们在程序里面现在假设有多个优惹对象是吧 那么多个优惹对象数据 我们要保存在数据库里面的话 那我们就要在数据库里面创建一个什么优惹表 哎呀 上期班有跟宝宝搞郁闷了 他把这个数据库写完了 说老师 这个是不是一个对象使用这种表来保存了 他跟我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把我问傻了 他说老师 我现在程序里面有10个优惹对象 我要借10个表来保存对吗 把我问傻了 知道了 这样一个表他就可以保存多个对象数据吧 你看这个优惹表啊 现在不管有多少个优惹对象 那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建一个什么优惹表 是不是啊 那这个优惹表 你看对象有什么属性 这个表是就有哪提列吧 是吧 然后 这表里面的每一行记录是不是对应的就是一个对象数据吧 一号用户名字叫你是年龄是23吧 是吧 表里面的每一行数据啊 我们每一行我们用来保存一个用户数据 那这个表有多少行是不是就有多少个用户数据吧 是吧 好那这里面有一些数据跟大家说一下啊 那这个我们称之为 列 Column 是不是啊 干嘛去 好那这个我们称之为行 入是不是啊 那这个里面的每一条数据就是一个用户的数据吧 我们称之为每一条记录 好这个玩意称之为一个什么 数据库里面的专业数据称之为一条记录吧 其实数据库里面每一条记录对应的就是程序对象的一个一个对象 听懂了吧 就是一个用户的数据啊 好 这也有一些术语跟大家稍微理一下啊 好 呃 那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使用Col语言操作数据库了吧 是吧 操作数据库的话 你为了在数据库里面保存数据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先建一个什么 先建一个库 然后在库下面是不是建表来保存数据吧 是吧 好 所以说上来我的PPT里面就教你们怎么去创建库 好 大家不要看得恐怖啊 这是啥玩意 这是创建库的这个语法 知道吧 创建库的语法 那你要创建一个库的话 你就Colade什么 Database 对啊 数据库有个规范啊 而且说一般来说 这个数据库的这些字母你都要什么 大写 不过我不喜欢追到这个规范写 大写我敲不惯 知道吧 所以我还是喜欢小写习惯了 知道吧 这个我这习惯不太好 我希望你不要上我学习 但是我赶不过来了 我老了 知道吧 好 那这个地方啊 这个Colade Database 就来创建一个库 那一个库 这个库的名字叫什么 是不是你指定库名吧 好 那这个地方可以跟一个这样的 一只什么 一副什么 闹着一个 this的 那这句话你要跟上的话 那就意味着 如果现在数据库里面有这个库 他就不创建了 知道吧 他会检查一下 这个数据库里面有没有这个库 有就不创建了 没有是不是创建吧 听懂吧 好 那如果你们在做开放的时候 你不跟这句话 那会有什么问题呢 好 你创建一个名字违约的库 结果数据库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名字违约的数据库 那你如果不跟这句话 你一创建的话 他会给你报错 知道吧 那有这句话 他就检查一下吧 有的话 不创建 是不是不会跟你报错 听懂了吧 当然 这个是一个可选条件 也就是大家只要看到这种方括号 也就是这句话是可有可无的 听懂了吧 那意味着这后面是不是有这么多方括号 也就是这个地方都是可有可无的 知道吧 那这个后面这些方括号 用来指定什么 用来指定这个库的细节 创建细节 知道吧 好 大家看我们可以指定一些什么细节啊 那么这里面有个chasset caract 什么sat 也指定这个库谁 采用什么制服机吧 我们数据到时候是不是存在库里面吧 好 你这个库想存中文的话 你是不是一定要指定一下这个库的制服机啊 你在带罪啊 你在开始安装MySQL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指定制服机了吧 是不是Ut缸吧 好 那如果你在装的那个MySQL服务器在装的时候就指定Ut缸吧 那你在创建库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不需要指定制服机 那这个库默认就是什么 Ut缸吧 Ut缸吧 但是你说我在我们在做开发的时候 指不指定这玩意 大家注意啊 虽然你知道这个库是 你们配的是Ut缸吧 我建议大家还是指定一下 为什么 因为将来你在做开发的时候 你可能是不是在别人的数据库里面 别人的这个数据库里面建一个库来保存你的数据吧 是不是啊 那别人的库配的是什么 你是不知道吧 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我不管你配的是什么 反正我保证我的库是一个干嘛的吧 听懂吧 把大家养成这么个好习惯后面也要跟上这么一个玩意 那么后面这个还有一个就指定这个制 指定这个里面数据的column 校对规则 这校对规则是啥意思 比如说大家注意听我说 看这里再看这里 你往这个数据库里面存了数据 等于我有可能是不是要排序取出这个数据吧 好 他到底使用哪一种排序规则 到底A大还是B大呀 是不是 听懂吧 那么这个校对规则 你可以指定 很多种校对规则 听懂意思吧 好 这个关于校对规则 我到时候会给大家示例的啊 好吧 好 接下来我们就 哎 我们知道怎么去创建库的语法了 我们是不是创建路库吧 是吧 好 那这个PVT里面就这几个练习啊 现在我们要创建一个名称为mydbe的这么一个pool 那我这个地方干什么行 哎 什么 crate是吗 data bass 然后这个创建mydbe这么一个pool 你这样做就行了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大家注意啊 我把这个过程完整演示一遍啊 那就说我们这个地方就my-u root吧 然后-p root 是吧 好 这样连上my-sigle数据库吧 好 那连上my-sigle数据库了之后 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敲入这句话 是吧 crate data bass mydbe 好 所以这个地方显示OK 好 那就意味着你这个cool我们就创建成功了 到底有没有创建成功啊 那你这个地方可以敲一条什么 show什么 data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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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知道吧 死你死是不是把这下面所有的库全部搞出来了就死出来了吧 哎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个mdb就不了吧 看懂了吧 嗯好这样的话就证明你的酷创建成功 好那这里面我刚才又敲了一个命令吧 查看所有什么 数据库 好那这个地方是什么 show data 是吧 好刚才我们创建的库有没有指定制服器啊 没有这个有点不太好 所以说那接下来 我要求你再创建一个使用UTF-8制服器的这个库 那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好那就是create的什么 这就没有six了吧 好那我们创建一个medb2这么一部库是吧 我要指定一下这个库的制服器 就是character什么setUTF-8是吧 是这样去吧 好那没问题 我们来执行一下啊 粘贴OK有创建失败 他说不知名的制服器UTF-8吧 我说这个是现在个软件界的这些哥们他们都是他妈都是神经病 不要有杠知道吧 有杠就不行 他不是咱们死了 OK创建成功 看到了吗 好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在show the base啊 在show the base的话 最上面是不是已经敲过一次show the base了吧 那你上下键把上面敲出秘密翻出来就行了 上下键 show the base 好这个库我们又创建出来了是不是啊 好那这样创建还有点不太好 好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使定没有指定校对规则吧 那你这个地方你可以创建一个使用UTF-8制服器并带校对规则的什么 库 好那这个库我们又该怎么去创建呢 好那当然前面是不是还是一样了吧 好我就创建一个库 那就名字是什么 mydb什么3 那只是说这caract set的时候是不是还跟一个什么 colect是不是啊 跟一个校对规则啊 那这个校对规则我们该怎么行 大家注意这个不要去记啊 这个不要去记 那我们进到mySQL的文档里面去 好这个mySQL的文档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一个制服器支持啊 你就点过去 那这里面点下去啊 这里面是不是有常规制服器和校对吧 看了吗 点过去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使用的制服器是UTF-8是吧 那UTF-8这种制服器 我们可以使用哪些校对规则呢 你来看 这个是制服器和校对规则吧 是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找一下有没有UTF-8 哎呦没有吧 看了吗 那么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制服器 就是没有UTF-8是吧 好那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完整列 列表啊 看了吗 完整列表 你再点过去 再在这里面找 哪里啊 UTF-8 哦 也就是说UTF-8这个制服器它缺审的校对规则 就是这个规则 看到了吧 那这个规则是我们最常用的规则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使用这个规则知道吧 那这个规则就是按照我们现实动中一个自然排序规则 当然我们现在现实动中人是不是老是使用一个自然排序规则知道吧 好 当然你要使用别的校对规则的话 你看这个地方也有啊 那这里面就说 UTF-8知识的校对规则是不是有这么多吧 看到了吧 好 这个我不建议大家改啊 这个我不建议大家改 你们都是使用这个缺审的校对规则行吗 听懂吗 也就是说 那我们要带校对规则的话 我后面是不是这样写了 拷贝过来 他听懂意思了吧 什么是校对规则 数据存在数据库里面了 你倒是要排序取出完 这个按照什么 比如A大还是B大 它按照什么规则取吧 是吧 这个校对规则 好 我们这个地方再复制一下 好 我们这个地方再来执行一次啊 那粘贴 OK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又创建了一个库吧 看这时候是不是有mydb3这个库吧 有时候你想看一下 我这个mydb3这个库到底有没有成UOT 干嘛 是不是 是吧 你是不是想看一下 这个库的明细啊 是吧 你要看库的明细的话 你就敲这么一条命令 秀什么 CRADE 是吧 BETA BETS 你要看哪个库的创建明细啊 秀CRADE 是不是创建吧 是吧 他创建库的明细 mydb3 3 好 你这时候 他是不是把这个mydb3的一些明细 给他创建出 显示出来了吧 你看 主要他说这个数据库是不是用的U体型吧呀 他说了 但是教育规则没有显示出来啊 好 这是显示库的创建信息是吧 信息好 那这里面啊 默认的 对 就是你不带教育规则 他其实带的也是默认的 但是你经常在做开发的时候 你看到很多人创建库的语句 他都是这样去写 你要吧 都写齐 知道吧 都写齐 这样的话 不管你这个 你这个创建库的语句 显示在哪台数据库里面 你可以确保 不管别人是怎么样 反正我不会有问题 知道吧 那这个地方显示库的创建信息 就什么 啊 秀什么 Coread Data 什么 MindB 什么 对啊 你看今天我们 我所有的练习 是不是都在PVT里面吧 所有的答案 是不是都在这个记事本上面吧 好 希望你今天 把我的这个数据库 听完了之后 就把我的PVT 从头看到尾 看到个练习 是不是练 自己做一下吧 不会做了 是不是在这个文档 看一下吧 看到了吗 好 还是这样啊 我这个我告诉大家啊 数据库这个玩意超级重要啊 你不会数据库 数据都取不出来 你当个鸟程序 知道吧 一定要引起重视啊 闪之不惑的学生 是脑不重视数据库 搞了毕业的时候 面试的时候脑出问题 面试题啊 现在比试题 基本上那个加瓦题 占的分量是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数据库的题是占百分三十 三十到四十知道吧 因为现在百分之九十的应用 都是数据库应用 这个非常重要啊 大家小心一点啊 好 刚才跟大家讲的是怎么去创建库 是吧 好 那创建库出来之后 有可能我们是不是要查看库吧 是吧 有可能创建库 创建出来后悔了 要删掉吧 是不是啊 好 那这个地方告诉你们怎么去查看 创处数据库 那查看库 我刚才是不是讲了吧 秀代替拜师和什么 这个是不是查看所有库吧 那这个秀 create代替拜师 是不是查看库的创建细节吧 这两条命令我们已经用过了 我们就不说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数据库的创处一句 是吧 你叫跑 叫跑代替拜师 好 创处哪个库吧 是吧 他创的时候会检测一下 是否存在 是不是啊 这个是可选的 可写可不写啊 那我们再来做一个啊 我要删除前面创建的什么 MyDB这个库 那我该怎么写啊 那就是什么 Jourp什么 DataBase MyDB 好 我们这个地方再来一下 好 呃 讲这讲这 我又想起个问题来了啊 给大家稍微聊一聊啊 现在你需要操作数据库 是不是有类型MyEclipse那样的 图书玩近面工具啊 千万不要用啊 小时候千万不要用那工具 知道吧 小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基本功练好 那个工具是不是 你用它是不是快一点吧 是不是点点鼠标 是不是还是像数据库发生 这些这个语句啊 听懂吧 你一定要把这个基本功练好 基本功练好之后 你再用了一个工具 水到出神的事情 非常简单 知道吧 并且啊 你要是不练这些 CQL语句 你要是真正去用工具的话 那工具没有提供功能给你 你就傻言了 知道吧 你会到这个CQL语句 即使脱离工具 那没提供功能 是不是自己也可以干了 这是很重要的啊 这个大家注意啊 所以说我希望啊 呃 我会什么 我还是会交代工具的使用的 你知道我哪天交吗 等我走的那一天 我要走了 我交代工具怎么用 跟大家说一说啊 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啊 好这是怎么去删除查看库啊 那我们删除查看了 是不是修改备份了 是吧 修改备份啊 好 那么这个修改库用的是 Alt这个语句啊 那Alt哪个库啊 大家注意啊 这个修改库 你不可能改库名的啊 这个库名一旦创建好了 那是不可以做修改的 你修改只能修改什么 修改这个库的一些什么细节 也就是说库采用什么制服极 库的校对规则等等 知道吧 我们在删建库的时候 是不是也只只只只看这么多些信息吧 而你修改的话 你不能改库名 你就只能改这些东西 听到了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查看 数服务器中的数据库 并懂把某一个库改成 YouTube-8 那这个PVT做的不好 那改成什么 国标上一号吧 是吧 我们改成国标 那这个地方怎么写 Alt 我们修改了一个库 Alt这个Best吧 修改 我们MyDB是不是删掉了吧 我就改MyDB什么 好 我们把这个库的什么 Car Alt 它的制补机改成什么 GB2312 好 我们再来执行一下啊 这个大家小心一点啊 要注意啊 这个每条Sicle语句完了之后 后面要有个分号啊 有些哥们就不敲分号 一回车 这么一个下场 老师 这咋回事啊 老师这它追不出来了 这样你再敲一个分号吗 你敲一个分号 你告诉数据库 我现在命令写完了 知道吧 好 那这时候它就会去 哟 我哪里写错了吗 哦 哎呀 加上Scribd 害了我 我那是不是写的Alt了吧 是吧 加上Scribd 这样Scribd 这个是Alt 小心啊 我们这个地方再来一下啊 上来看一下 哎呦 脑突出来了 找到了呢 很好 看到吧 很好啊 结束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修改了这个悟空 当然我们可以看一下 修改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看一下 有没有修改成功吧 好 我们就修什么 修什么 Coreade 什么 Databest 来 Db2 这个是吧 好 你这里要复制过去看这个库的支付金 有没有改成 嗯 好 这个是不是国标商要吧 看了吧 已经打去国标商要了啊 好 这是怎么去修改库啊 好 接着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知识 就是备份和非服库 而是我们在做开发的过程中是吧 哎呦 我在这个机器里面 创建了一个库里面保存了我的很多数据 哎呦 我现在系统都做移植了 是不是移植到别的机器上面去啊 是吧 那我是不是把这个把这个库里面 这个数据备份一下吧 然后在那边是非服一下吧 这个超级重要啊 这个技术超级重要啊 这个大家注意啊 我现在说什么话 像我家小孩一样了 现在小孩说话 老师喜欢加重语句 超级超级 我现在像他一样 也是老师喜欢超级超级 好 那这个备份库 使用的语句是什么 就MySQL jump MySQL jump 注意啊 这个是一个windows命令 我说是一个windows命令 是啥意思啊 那意味着你现在在这个 这面下 是不是已经到哪些客户单里面去了 吧 你就不能 你意味着你不能在这里面下 买这个什么 这样子吧 你这样是个windows命令 你是不是要退到哪里去啊 退到这个windows窗口里面去执行吧 听得懂我的意思吧 你这样退到这个windows 是不是这个窗口里面执行啊 可以是吧 好 那这个 好 那这个命令 的这个 这个语法是这样的啊 那你在这个命令行窗口里面 你要备份的话 你是不是要敲入这个联系 数据库的用户密码吧 是吧 然后你敲了之后 然后你说把哪个库 备份到哪个文件里面去 看懂了吧 对啊 那个数据库的备份文件 一般后续名要是.c口 那你只要看到是.c口的话 这个我们通常有个术语叫做什么 脚本文件 是吧 数据库的脚本文件啊 这都是一些专业术语 大家注意一下啊 好 我们备份库了之后 我们要恢复库 我们可以采用邵使 那执行一下这个脚本文件 这就恢复了吧 听到吧 注意啊 这个是 这个上司有啥 它不是windows命令的 它是一个什么.c口命令 意味着我这个地方 只要是写.c口命令的话 意味着什么 你是不是要进到这个 客户的工具里面去执行 这样命令吧 听到意思了吧 这个大家注意啊 好 现在我就要给大家 备份库了啊 我要给大家备份库的话 呦 我也要给你们看效果 我是不是首先要在库里面搞的数据吧 我不要搞数据 我等于恢复了之后 你看到什么效果 但是我要在库里面搞数据的话 我就要在库里面建表吧 但建表我又没讲吧 没关系 你们只看效果就行了嘛 等会我会讲嘛 是不是啊 你们现在看效果就行了 好 我们要备份库是吧 那备份库的话 我就要啊 准备库的数据吧 一个我就准备 库的什么 好 这个地方我们准搞全新的库吧 好 我们show create什么 data bias 我们看是不是把它db3了吧 我就把它再搞出来 搞出来之后 那我就要进到这个库里面去 进到这个库里面去 进到这个库里面去 进到这个库里面去了之后 我在库里面去创建一个什么 表 好 我们创建一个table 是吧 创一个什么表 无所谓的tags表吧 好 那这个表里面我就有一行记录吧 id我硬的 好吧 我就只有一行记录啊 然后我是不是往这个表里面去插入一条 插入 往这个列上插一条数据吧 那是input什么tags表 往这个id这一列上 我就插一条数据啊 那是插一条values是吧 1 1 这条数据吧 好 我们把这些玩意准备执行一下 好 一执行了之后 我们进到这个mattd 已经进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Ceneg的新号和浪 我现在查看这个表的数据吧 你看哎呀 现在是不是有个表里面有一个数据了吧 好 那这个时候 这个都给大家记下来啊 现在你看这个表里面都有这个数据了是不是啊 好 现在我要做的操作什么 我是不是就把这个mattdb这个库给了备份了吧 一备份这个里面所有信息是不是全部备份了吧 再我就把mattdb这个库一删掉吧 是不是再一恢复过来 哎 是不是就看到了备份和恢复效果吧 ok 好现在我们准备好库的数据了之后 我们就什么啊 备份库吧 那备份库的遵循什么 第一个你要什么 2.1进到什么 退出 退出 啊 退出这个啊 客户端吧 买这个客户端 好 退出买这个客户端之后 第二个 再什么 windows 命令行 从窗口上 执行什么 mattdb 什么 jump 那么-u root -p p p后面要写吗 不要别人看见密码吗 不写了吗 是吧 把哪个库 mattdb1 这个库备份到我们c盘下面 什么 无所谓了啊 那就是tags 什么 给口 备份到这个文字上去 大家看到了吧 好 注意最后要有个什么 有个鬼分号 有个鬼分号 这就不要有分号 这是windows命令了吧 对 看你们 你们那么乐干嘛 我只要设一陷阱 你们就往下跳 是吧 好 那我们就来做一下 是不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这时候 要备份户 是不是首先 退到我们的密码窗口吧 quit 退出 这个我也给它记下来 quit吧 好 退出了之后 哎呦到这里来了吧 到我sing part里面来了吧 我去买c口什么 不不不不 jump 那么-u root 好-p 我们在什么 哪个户啊 来db这个户 我们到c盘上面什么 tags点什么 c口上去 好 是不是敲密码吧 root ok 备份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c盘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tags点c口文件了吧 好 tags文件了 好 你可以稍微跑这个文件 打开走一走 打开方式记事本 这个文件你现在看的挺晕的 其实你把数据库取完了之后 它也挺简单的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文件里面 是不是有个create table 是不是给你把表放进出来吧 放进出来之后 你下面是不是有一条 就往表里面插数据啊 下掉 你看见了 我怎么看不见了 算了算了 你们都看见了 这里吧 我看不见我会收啊 是不是插了一条数据吧 好 那这样的话 这脚本文件我们就搞了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怎么做 是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心大胆 就把库给删了吧 是吧 你要删除库 我们应该怎么做 好 备份库了 这个是呢 在什么 删除库吧 删除库 那又挺麻烦的 是不是又进到什么 买这个客户端 就执行什么 就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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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不明明是吧 就要否说 就是那 db这个库吧 好 我们进去啊 那是 买西口-u root-p 是吧 然后我们叫口啊 这个我们已经写好了 复制一下 好复制一下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先开始被写再去追复库吧 是什么 飞复库啊 飞飞飞飞 飞复库 是吧 好 那这个飞复库 那看一下 是不是我这里面有没有吧 好 听阿彪的啊 阿彪是一个细心的男人 买db是不是没有了 没有了 现在我要飞复这个库啊 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 这个飞复库 只能飞复库的数据 不能飞复数据库 飞复库 只能飞复库的数据 不能飞复这个 数据库 也就是说 什么意思 我们要飞复这个库的话 是不是首先要把 把这个数据库 把数据库给飞复过来的话 是不是首先要把数据库给串击出来啊 不要再飞复数据库的数据吧 听懂了吧 你不能飞复库的 知道吧 好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要飞复库 首先什么 10.1 就创建什么 库 好 那创建库又来了 是吧 那是什么 创建库 创建库了之后 然后再执行什么 4.2 再执行 sauce sauce 这个是c盘下面 什么 packs tack sauce sauce 所以有没有分号 就是 底下 挺精的 好 我现在 那你这个地方就要创建库 要回复库就是创建库吧 好 创建库进去 创建库了之后 你进到库里面去 db1 就进到这个库 因为好像这个不用进 还可以 我们抓什么 sauce sauce tack sauce sauce 是不是 是不是啊 嗯 奥 对 没有分号 哈哈哈哈 这个上十米里有点特殊啊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 一切知情OK吧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库里面就应该 有一张表了吧 你看这时候数据是不是回来了 吧 看了吗 是不是回来了 挺够隐是吧 好 大家注意啊 这是非复库的第一种方式 这个方式是通过执行脚本文件啊 执行什么 脚本文件实现啊 那这个孝史命令就是用来执行脚本文件的 大家注意啊 这条命令比较常用 那将来我们在做开发的时候 经常有些人就给你一些C口脚本 知道吧 那你是不是要在数据库里面执行这条C口脚本呢 你就用这个执行命令知道吧 听到了吧 只有这个脚本文件有执行命令 那这个非复库还有一种方式啊 那五 点什么 非复库的第二种方式 好 第二种方式的话 我又要怎么做 我是不是这个我都准备好了吧 是不是又把这个库给删掉吧 删掉删掉了之后 我又把这个库给创建出来吧 这样的话 你这样一搞 是不是库里面就没数据啊 你这个时候谁那个的 你看这个库里面肯定是没数据的吧 是吧 我就不是了吧 肯定没数据 是吧 但是我没进了这个库 好 现在我这样来恢复这个库 我该怎么做呢 还有一条命令 就是MySQL MySQL 这个命题是启动MySQL的客户端 知道吧 这个客户端可以连来 连去MySQL 相处就会发SQL语句的啊 这个地方就-u root 再-p 哎呦 这个不敲了吧 这就是啊 MyDB 你们备份是不是MyDB这样搞啊 那非复就是MyDB这样搞 对啊 这两条命令不一样啊 一个是MySQL 一个是MySQL 看看吧 这两个玩意不一样啊 好 我们这个地方来执行一下 对啊 这又是一个 这个MySQL又是个什么 Windows程序吧 Windows啊 命令啊 Windows 命令啊 好 我们这个时候又进到这里来 粘贴 OK root是吗 root OK 我们又bat了 我们再又进到MySQL 里面去吧 就发誓了啊 哎呦 好 我们这个时候进到哪个户啊 MyDB这个户吧 我们signac的一小型 signac的心 我把那什么 把那这个 看一下 是不是数据又回来了吧 是吧 两种备份方式啊 老师讲这路都干嘛 都很杂用 知道吧 以后你就会理解我的心了啊 好 刚才跟大家讲的就是怎么创建删备备份修改部吧 好 那基本上你掌握这么些signac的语句了之后 那关于酷的创建 咱们就不怕了 是吧 走遍哪里都不怕 是吧 只要给我一台电脑我就可以搞定你 是吧 不用任何工具 是吧 好 创建酷了 接下来你觉得我应该讲什么 是不是在这酷里面搞表来保证数据了吧 是吧 学习会 好吧 咱们都挺温柔的